疫情当然也是影响各国今年GDP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来看下半年的全球经济怎么走 这星期四登场的捷克森栋全球央行年会市场普遍预计 美国联准会将会重申对抗通膨 而观望美国通膨是否触顶的同时 欧元区的经济会不会陷入向英国预测的更深的衰退 也引发关注 英国最大的会贵港口发起30年来第一次大罢工 把天然气输往德国的主要管线北溪一号又进行维修 要在这个月底关闭三天 使得欧洲这个仰赖北溪管线所得到的能源 预期未来更加悲观 一面欣赏着河岸风光 另一面还能观光特色十足的书籍摊贩 一整排绵延三公里 从新书到浓浓年代感的古书 公民众尽情挖宝 绝无仅有的河畔书摊 16世纪就在巴黎兴起 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 让不少人担心这传统会消失 如今挺过危机 不仅再次涌现满满人潮 还增加18个新业者进驻 目前有多达230个书摊 同样展开新气象的还有希腊 在20号正式脱离欧盟长达12年的监管 重掌财政大权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 希腊陷入破产边缘寻求纾困 也就此受到欧盟国际货币基金 以及欧洲央行三巨头的财政监控 因为在看似景气复苏的氛围下 经济衰退了阴霾持续笼罩 英国最大的货柜码头 飞利斯渡港 约2000名员工自21号起 进行围棋八天的罢工行动 是30年来首次 货运业者忧心忡忡 因为这座位在英格兰东海岸的大港口 每年经手2000艘货船 多达400万个货柜 几乎占全英国进港货船的一半 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 也在上周五迎来二号 俄罗斯国营能源公司宣布 运输天然气到德国的主要管线 北溪一号将从29号起 关闭三天进行维修 寒冬来临之际再度引发担忧 最新公布的欧元区7月通膨 年增8.9%是欧元创建以来最高 美国人则关注通膨是否触顶 让投资人聚焦25号将在美国 怀俄民州捷克森栋召开的全球央行年会 市场普遍预期 美国列总会主席报了 可能重申打通膨的决心 拖累上周五美股全面收黑 标普500根终结连续四周涨市 大型科技股涌现卖压 包括亚马逊和微软跌幅都超过1% 苹果同步下挫1.5% 特别是他们刚在上周爆出重大安全漏洞 情况有多严重 让证明过去30年 任职微软和房主软体麦克菲的 网路安全专家告诉你 骇客将能远端 全权操控你的iPhone iPad和Mac笔电 就连iPhone的旧机型6S也躲不掉 苹果立刻发出警告 要用户尽速更新iOS 避免受害 专家也提醒 至少现阶段 由任何亲朋好友传来 要求下载或点击 看似可疑的讯息 统统不要理会 TV新闻综合报道